Dreamcast,国内简称DC,是第一款以128位为卖点的游戏主机 它拥有小巧的外形,强大的性能,前瞻的设计,感人的价格 呃,这个感人是便宜的让人感动的意思啊 DC这台游戏机上,有很多游戏即使放到今天来看,画面依然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DC这款主机从发售到停产只有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但这款主机上却出现了许多设计理念非常超前 甚至足以引领业界潮流的游戏 那么这么一款神奇的主机都有什么黑科技呢? 它真的是一台128位的游戏主机吗? 为什么DC游戏的画面看起来要比PS1和L64游戏的画面好那么多呢? 这一期我就来给大家聊聊DC这台游戏主机 DC这款主机吸取了上一代世家土星架构复杂,成本高昂,开发困难的教训 转而使用简单的硬件架构以及非定制的核心元件 进而达到降低硬件成本以及开发难度的目的 DC使用的是一颗来自日历的SH4CPU 它负责进行一些游戏逻辑的实时运算 以及一部分3D图形相关的几何运算 这颗CPU内部的通用寄存器与控制寄存器都是32位位宽的 所以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来看 这颗CPU实际上是一颗32位的CPU 也就是说DC实际上是一台32位的游戏主机 虽然DC的这颗SS4CPU看起来和PS1的CPU一样都是32位的 甚至还没有N64CPU的位数多 但DC的这个32位CPU 无论是处理器架构还是指令级都比PS1和N64的CPU要先进许多 CPU的主频也比它俩的CPU要高很多 所以DC的性能绝对可以说是吊打PS1和N64的 但由于当时并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指标来让大家知道DC的性能到底有多强 绝大多数的玩家还是会把位数当作衡量主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为了让这些绝大多数的玩家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DC的性能有多强大 DC就被宣传成了一款128位的游戏主机 那么这个128位主机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难道就是这帮人顺口胡编的吗 这里咱们先卖个关子 等您看到视频的后面就会明白了 DC的S14是一款拥有5级流水线的超标量处理器 英文叫5-stage pipeline super scalar processor 5级流水线和超标量技术都可以提高指令之间的并行程度 在理想情况下相比于没有流水线的标量处理器 执行效率可以提升至10倍 即便在实际工况下也会获得平均大概3-5倍左右的效率提升 那么这个5级流水线和超标量都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我来给大家简单讲解一下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5级流水线是什么意思 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餐厅后厨的场景 在这个餐厅中的每一道菜都需要在后厨中经过洗菜 切菜炒菜装盘送菜5个步骤才能最终把菜送到顾客的餐桌上 现在我们假设刚才说的每一步都需要1分钟的时间来进行处理 没有5级流水线的CPU就好比餐厅的后厨里面只有一个厨师 每一道菜都需要他一个人来依次的做这5项工作 所以这个餐厅的后厨每5分钟才能做好一道菜并送到顾客的餐桌上 而有5级流水线的CPU就相当于餐厅的后厨里面有5个厨师 第一个厨师切菜的时候第二个厨师就可以去洗菜 第一个厨师去炒菜的时候第二个厨师就可以去切菜 同时第三个厨师就可以去洗菜 后面的流程依此类推 在同一时刻5个厨师都在餐厅的后厨里面忙活着不同的事 这样在理想情况下每一分钟就可以做好一道菜并送到顾客的餐桌上 工作效率直接提升至原来的5倍 而超标量的意思呢就相当于在餐厅的后厨里面又添置了一组烹饪的工具和工位 然后再找5个厨师同样使用5级流水线的方法来5个人一起做菜 这样在理想情况下又可以提升至2倍的执行效率 所以5倍乘以2倍理论上最终就可以提供10倍的效率提升 不过在实际工况下这两种技术是无法让指令的执行效率提升至10倍的 通常情况下只能让效率提升至3到5倍左右 至于为什么这两种技术无法提供理论上10倍的效率提升 以及如何在实际工况中进一步提升指令流水线执行的效率 等我讲到初代Xbox的时候再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除了使用流水线和超标量技术来提高指令之间的并行效率以外 SS4还可以使用一条指令并行处理多个数据的方式来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 这种技术在计算机科学中被称作单指令流多数据流技术 也就是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简称SIMD技术 例如SH4中的FIPR指令就是一条SIMD指令 这条指令的功能是执行一种在3D游戏中非常常用的运算 内积或者叫点积 点积可以被用来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 或者两个向量之间夹角的余弦值 如果使用普通的浮点数运算指令的话 计算四维向量的点击需要使用四次浮点数乘法指令和三次浮点数加法指令 而使用FIPR指令只需要直接对两个四维向量调用一次该指令即可 从而大大的提高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由于FIPR指令处理的数据是四个单精度浮点数代表的四维向量 而每个单精度浮点数的位宽是32位 所以FIPR指令处理的数据宽度就是32乘以4等于128位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DC可以被称作是128位游戏主机的原因 SH4中还有另一条非常重要的SIMD指令 这条指令的名字叫做FTRV 它的作用是执行另一种在3D游戏中非常常用的矩阵与向量乘法运算 这种运算可以对多边形的顶点进行坐标系的变换 也就是可以计算出场景中的多边形物体应该出现在玩家电视机屏幕上的什么位置 这些多边形数据在被提交给GPU之前 必须要把多边形的顶点从模型空间变换到屏幕空间中 并根据光源的方向为这些顶点计算出光照的强度才行 变换坐标系空间主要使用的就是FTRV矩阵与向量乘法这个指令 而计算光照强度使用的就是FIPR点击指令 计算多边形顶点的发现方向与光源方向夹角的余圈值来决定光照的强度 它们之间的夹角越小余圈值就越大光照强度也就越高 当所有的多边形顶点都经过了坐标系变换与光照计算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多边形提交给GPU进行绘制了 Dreamcast的GPU是一块由VideoLogic设计NEC制造的PowerVR2GPU 这块GPU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 它使用了一种基于图块的延迟渲染方式来绘制游戏的画面 英文叫做Tile-Based Deferred Rendering 简称TBDR TBDR这种技术可以有效地提升GPU3D绘图的效率 更高效地绘制游戏中的复杂场景 那么TBDR技术是怎么提升GPU绘图效率的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来了解一下PowerVR2的这个延迟渲染 也就是TBDR里面的DR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PowerVR2的这个延迟渲染和现代游戏里面常用的延迟渲染技术并不是一回事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它们都会把纹理采样与填充像素这种繁重的计算 延迟到处理完一整组多边形数据之后再进行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多次的去填充屏幕中的某些像素 从而提高3D绘图的效率 例如我们现在在场景中有两个不透明的三角形 红色三角形挡住了黑色三角形的一部分 如果在PS1平台上使用画家算法 就必须要先画黑色的三角形再画红色的三角形 当GPU画完红色三角形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一个黑色三角形被挡住的部分其实是完全不可见的 让GPU去填充这些完全不可见的像素就造成了GPU性能的浪费 而如果使用PowerVR2的延迟渲染技术去画这两个三角形 它就会先去分析这两个三角形之间的位置关系 然后从像素级别来决定这两个三角形的哪些像素是可见的 最后只对这两个三角形实际可见的那些像素 进行最繁重的纹理采样与填充像素的工作 从而提高了3D绘图效率 讲完了PowerVR2的延迟渲染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块GPU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 基于图块渲染 也就是TBDR里面的TB是什么意思 基于图块渲染 顾名思义就是把屏幕分割成若干个小的图块 以这些图块为单位去进行多边形的绘制工作 由于这些图块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数据依赖关系 所以这些图块可以被并行处理 从而提高绘图的效率 另外由于这些图块的分别率很小 也就代表处理每个图块所需要的存储空间也就很小 这样GPU在处理某个图块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块内多边形相关的所有数据 全部放入GPU的缓存中 减少GPU与显存之间的通信 从而进一步提高3D绘图的效率 不过在游戏中构建一个宏大的场景 不仅需要大量的多边形 还需要丰富的纹理贴图来贴到这些多边形上 从而为场景增添细节 但纹理贴图数据是非常占显存的 8张512×512的RGBA8888贴图 就会把DC的8兆显存吃得一干二净 那么DC使用了什么方法来压缩这些纹理贴图呢 为什么DC的纹理贴图在光照下会出现这么真实的细节呢 另外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卡通渲染游戏 Jet Set Radio 又是怎么在DC的硬件上实现卡通渲染效果的呢 下一期我将会为大家继续讲解Dreamcast这款游戏主题的相关知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忙点赞收藏转发投币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收看我的视频 如果您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私信或者评论中告诉老客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